目睛的第二颗卫星穆威尔, 有罗本冰层下真的隐藏着汗洋吗? 关于这样的说法, 一项议论纷纷, 最近一期的天然天文学, 期开上来自米希根大学期后, 与太空科学及工程系华业部教授贾前田, 孟茉莉尔发表了研究报告, 引起了Message的重视, 他说, 报告会让穆威尔的研究加速, 最多几年, 就可以知道穆威尔是否有水, 能否居住了? 贾先哲提出了新的有力证据证明, 穆威尔上, 确实有液态水, 这是通过重新分析伽利略号太空船, 曾得了磁场和等离子体, Plasma数据, 和哈佛望远近拍摄图片比对后得到的数据, 贾先哲主导的报告, 由伽利略太空船的磁场和等离子体数据, 证明穆威尔存在预留, 14日发表在自然天文学, 其刊上, 贾先哲主导的穆威尔最新研究发布后, 科学界感到振奋, Mersi高度重视, Mersi喷声推进实验室, 穆威尔克利波太空船, 负责科学家法波拉多看了报告称, 这会是穆威尔的转折点, 通过数据, 我们可以看到雨流式质类似蒸汽的物质喷发到太空中, 所形成的一种流体或水物现象, 则存在会更加真实, 这是一个好消息, 2022年, 我们将发射穆威尔太空船克利波, 如果雨流能肯定是来自穆威尔的海洋或地下湖, 克利波倒是可以采样,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穆威尔上是否有生命, 这真的是一件大事, 穆威尔可能潜在巨大海洋, 海洋厚度比地球大两倍, 贾先哲说, 21年前的太空船, 已经大概估算出穆威尔的海洋厚度, 约为地球海洋的两倍, 如果将来检测出穆威尔的海洋中, 存在有力生物成长的化学成分, 而有液态水就证明有热源能量, 这样就可以发展出适合生命的环境, 但穆威尔这片海洋, 如果被冰层覆开, 想要钻动探测分析化学成分会很困难, 贾先哲说,可以利用太空船, 探测穆威尔表面的雨流, 这样也可以通过喷发到太空的成分, 来探测海洋成分, 贾先哲研究出来的成果, 会让任务大大的简化, 有大气层比土威尔更近, 土星的土威尔或许有生命, 但贾先哲认为, 穆威尔比土威尔大, 离地球近, 而且还存在有氧气的大气层, 所以穆威尔会更适合形成生命, NASA最快, 会在2022年发射太空船, 再度前往穆威尔, 飞到穆威尔约为五年, 也许三年就能抵达木星, 因为科技在不断地发展, 贾先哲称, 2022年NASA发射, 2025年到达, 所以最多七年, 我们就能探测出穆威尔, 是不是宇宙中下一个地球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